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裡 我們除了鞋子 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買了回家裡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產品 可以在我們陸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大家好 大家好 在食物方面 我相信大家都會認識到羅漢果的產品 早前坊間很多人流行煮羅漢果水 用來做平時的飲用水 我們在中醫的角度 知道 羅漢果有清熱、潤肺的作用 一般用來進入藥膳或煲湯 都是對上呼吸系統 或消化系統有些幫助 但最新發現的研究中 不只是我們普遍認識到 袁先生可否今天和聽眾介紹一下 這個食物羅漢果 我相信大家都沒有聽過羅漢果 也都見過 但有沒有人吃過 未必有人會懂得去飲用 因為羅漢果本身是很難吃到新鮮的 是 它不激活得久 除非你在原產地 基本上你都沒有人可以吃到新鮮的羅漢果 我們通常都是乾 我們煲湯 那羅漢果其實屬於一種瓜熟的食品 通常是在蘭藤類 它原產地是南中國的山區 在十三世紀已經有記載 通常這些食物很少在野生的不多 在中國的南區 例如廣西、廣東的山區 例如其他東南亞的地區 在這些山區裡 通常有足夠的陰涼的地方 和足夠的霧水 這些植物才能夠生得到 因為山區有很多寺院 很多和尚在這裡 所以也叫做羅漢果 從此得名叫羅漢果 是的 好了 在十三世紀 中國已經有記載 但到二十世紀早期 有一組人是國家地理群 民族群的National Geological Society 就開始認識了之後 就給了一個學名給她 那個學名叫做 Sara Serrazia Grosvenori 這個是根據當時的美國總統 Gilbert Howard Grosvenor 而命名的 但是當時中國政府是禁止羅漢果出口的 所以一直來講 羅漢果主要的種植地方 和生產地方 都在中國和東南亞各地 在外國就不太多生產 好了 剛才跟大家說 原來我們除了一般認識 傳統羅漢果的應用 我們發現羅漢果 除了止咳、花痰、呼吸系統之外 其實最新的科研 發現羅漢果有很多很多其他的用途 當然其中一個用途 那些人就用來做什麼呢 作為一種天然的代糖 大家都知道 現在人們吃糖的數量是多到驚人的 現在可以說糖也是我們的危害 健康的主要元兇 所以很多時候 那些人就開始去尋找一些比較健康的 就是糖的代替品 當然也有不喜歡用化學的 那些 那些是非常危險的 和大家呢 這方面的舒適都很多 所以那些人就開始用多些天然一點的 那相信大家都聽過 和大家都提及過 就Stevia 啦 Cylot 啊 這些東西都有的 好了 那很多時候呢 就現在開始呢 就有這些製製成品 就將羅漢果成為一種天然的代糖 那它因為那個糖的成分是非常之高的 是差不多是一般的 那些糖是300到400倍那麽多 那還有它完全沒有卡路里 哦哦哦 完全沒有卡路里 所以對那個血糖是完全沒有影響的 是 那所以這個是當然非常之好 那很多人呢 就開始應用在這方面的 那也就是長壽的食物 因為羅漢 那為什麼會有長壽的作用呢 原來羅漢果有很高的抗氧的成分 那除了在傳統的中醫裡面呢 就有一種化痰啊 清熱啊 這些這樣的 就是可能耐熱啊 清熱啊 那有時候中暑啊 那些人就會用這些方法的 那但是在營養局方面呢 當然羅漢果本身呢 羅漢果本身呢 有它的正常的碳水化合物 是 還有其他的東西 那但是因為它 不是經常可以生鮮吃得到 那所以通常呢 將它成為一個乾的果實呢 很多這些的碳水化合物 其他的東西已經沒有什麼的 或者它的果糖呢 以及葡萄糖已經是很少的了 那剩下的那些呢 羅漢果呢 通常呢 它有一個很有趣的 一種很重要的成分 那這種成分呢 是令到它有一種甜味的成分 OK 這種抗氧化的物質呢 英文叫做Mongrosides M-O-G-R-O-S-I-D-S 那這種的很強的抗氧化的物質呢 是我身體呢 在新陳代謝呢 和普通的糖是不同的 那所以呢 雖然呢 它的甜度是很甜的 但是呢 從來沒有任何卡路里 也都不會影響我們這個血糖的 咦 這樣對於現在 現代人呢 很多在食物 或者是裡面呢 就是太多那些精煉的東西呢 就很容易令到那個 血糖那個不穩定 所以呢 引致呢 很多那些產生其他那些的問題出現 那這樣呢 那這個 這個浪漢果糖 它可以很 就是不會令到 就是吃了的時候 作為一個甜劑的時候呢 就不會令到那個服用者呢 有這個那個血糖那個的不穩定的 那還有呢 這個糖呢 因為現在的科研的進步了 那發現呢 我們剛才所講過的成分 那個高抗氧成 也是糖的成分 是甜的主要原因來的 那這個呢 有有有有不同的 就是不同的 就是不同的水平的 是 它叫做蒙古西 1和5 1-5 那5當然是最最甜的 那也都甜呢 也是最有 就是那個效果是最高的 那羅漢果和很多其他一些呢 它有個好處呢 很多人發現呢 羅漢果呢 它的味道本身好 也都沒有所謂叫做 遺留的味的 就是叫after taste 有些人用到其他一些代糖 當然它本身有些 那些遺留的味道 不是很喜歡的 但是呢 羅漢果這種的代糖呢 是完全沒有這個問題的了 好了 有什麼好處呢 那現在最近的科研呢 研究了很多方面 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它是對付那個 那個游離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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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游離機的 那這個呢 這個呢 因為這個本身的抗氧化 那個那個 那個作用呢 是可以呢 是減低我們身體 游離機 對我們身體的傷害的 嗯 那它是可以抑制我們一種叫做 一種reactive oxygen species 即是說呢 一種 養份的 即是一種活躍的養份 是 還有呢 是因為那個基因呢 是氧化的 的破壞 嗯 原來呢 可以抑制可以減低這件事 是 那這個呢 就是 可以這樣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作用 沒錯沒錯 那第二呢 它可以減低肥胖 和那個糖尿 那那個糖尿 還有呢 大部分的糖尿呢 大部分現在吃的人呢 吃糖尿吃得很厲害的 在美國的一般來說呢 一然呢 是吃了130磅糖的 嗯 以前 即是早期十八世紀呢 我們吃的糖尿 是差不多一年吃10磅而已 現在去到130磅 是的 那這個呢 當然呢 是造成大部分的肥胖的問題 那當然是糖尿的問題 那這樣 那這個 那這個從從昨天所說呢 譬如其他那些 就是不天然的代糖 是有很多很多副作用的 所以大家都不用想的了 沒錯 聽說節目的人呢 都是不會考慮那類的東西的了 那所以呢 這個呢 就是一個最好的 最天然的代糖 那還有呢 他們是這些的 這個來香港呢 是全部都是沒有基因該族的 因為從來沒有離開過的 是一個天然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跟其他很多的 果糖啊 還有那些 什麼的粟米的 consular是很不同的 那些是很危險的了 那第三呢 原來它有一種抗炎 還有呢 是降溫的 是 那所以在 早期的中國人用呢 就用來沖茶 即是焗茶 炮茶 是降火用的 是的 那也有時候呢 可能因為發燒啦 或者呢 是因為那個中暑啦 那也有時候呢 用來清理喉嚨那些 就是發炎喉嚨痛啊 那樣的 那很多時候呢 大家知道了 那一般的 現在現代用的那些 藥物的那些 燒原藥呢 是很多問題 所以我聽過節目的人 應該大家都明白的了 那但是 這是一種 天然的 的燒原藥 是不會有一般的那些 燒原藥那些 這樣的副作用的了 那第四呢 它原來呢 可以幫助治療 和呢 預防癌症 那這個是最近最新的 這個是我都 我也是最近 才有機會 看得到這方面的治療的 原來呢 它可以治療 和是預防癌症的 那很多研究發現呢 它可以抑制那些 皮膚和乳腫瘤的成長 它呢 就可以呢 它是一種 供應一種的蛋白質呢 這種呢 蛋白質是有抗癌的能力來的 所以可以這樣說呢 羅漢果呢 是一種抗癌的主要戰士來的 因為很搞笑 一般其他呢 其他的糖那些是治癌的嘛 是的 因為經常都告訴你 癌細胞中吃糖的嘛 是的 所以我們醫癌的手法呢 是千代要戒糖的 是的 那我們戒糖得來呢 原來這個羅漢果呢 是本身呢 本身是可以代替糖之外呢 它還有呢 是可以直接是幫你對付癌的 哇 那這個非常之好的發現 那還有呢 第五呢 它是可以呢 是好像可以對付那些感染的 那大家知道呢 大部分人呢 遇到細菌感染呢 已經只是用抗生素 已經濫用得很厲害的了 那現在呢 我們原來可以用這個 天然的 又甜的 又好吃的 羅漢果 的抗生素 羅漢果 那不會導致呢 是抗菌性的 嗯 當然是 抗藥性的抗生素 所以這個也是 非常之好 那還有呢 它還有呢 它抑制那些菌呢 尤其是那些口腔的菌 就是很多時候呢 口腔的菌啊 是會導致蛀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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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口腔的那些 就是牙周病 牙周病 那這個呢 是可以對付那些菌的 是可以治療 對付那個蛀牙和牙周病的 那還有一件事呢 發現呢 這個 這個羅漢果呢 可以處理一些 很多的 唸豬菌的問題 唸豬菌真身問題 唸豬菌的問題 唸豬菌的問題 那些問題也是出自那些人 在用了糖 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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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幫助口腔的 一十元仔 這一種 原來呢 可以對付這些 好了 還有呢 大陆罗汉果是帮助我们消除疲劳 它用老鼠的实验 叫老鼠做运动做运动 发现它可以减低吃了罗汉果的老鼠 它的运动时间是可以增长很多的 很多时候有些人是运动员 一般的糖是很危险的 这是要加强你的运动,减低你不要太疲劳 所以中国历史上一直都用这种饮品 当然它是可以医糖尿,最明显的 不单止它本身不是一般的糖 新陳代謝不同了 但原来它是可以在医学上 已经证实它可以减低身体的血糖 本身有这种东西 它是对付我们的胰狀细胞的抗氧能力 令到我们的胰岛素在身体 分泌胰岛素是正常的 所以这个原来是一个天然治疗糖尿病的工具 当然它主要是刚才所说的成份 就是芒果酸的抗氧化 如果能够令到我们的胰岛素分泌正常 当然会对糖尿病的很大的益效 你知道糖尿病很多时候 到尾期就是神碎蝶、神坏了 还有很多皮肤潰冷、治疗类 这是一个低糖值的食物 对糖尿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还有一个好处是对敏感 抗氧的抗氧氧 很多时候这个是可以用来减低老鼠 比如老鼠鼻敏感 它就用到罗汉果 发现老鼠出鼻的时间和拷痕的时间 全部都减低了 所以这个也是罗汉果 原来是抑制那些致敏源的工具 现在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对罗汉果有新的认识 是的 真的完全是比起之前 可能一般的大家也认识到 第一就是当然只是在那些药材宝 看到的那些是干的罗汉果 原来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宝 不是说只是一些呼吸系统 好像中医的用来做清热、降温 做消化的那些 原来刚刚袁衣星介绍了这么多样的 很特别的功效 尤其是对于糖尿病 我相信这个对于糖尿病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喜顺来的 其实它有没有一些副效果呢 有人会怀疑 就是旁奋 会不会有些禁忌 有些不能吃呢 但是暂时来说 从来都没有发现过有任何不良的反应 所以这个是对成人 那个儿童 和孕婦 喂人奶的女性 完全都可以用的 那么在2010年 美国食物药物管理局 将它是列为 是可以 基本上是安全可以应用的 所以暂时来说是没有办法 但是暂时来说是没有任何这方面的问题 是的 那在哪些地方可以买呢 那我们 是的 那在六康二健康店 我们就会有一个罗汉果的糖 那我们就可以 大家可以用来做 就是你日常用的 比如一些家庭用的制作的时候 我们可以转用 之前其实可能用的糖 一些东西 或是硬糖 那些东西 都可以转用这个罗汉果糖 那对于那些 就是如果是 刚才说过了 对于那个 预防癌症 就是癌症 治疗 或者是糖尿病的人士 那样的用法处方 其实就可以根据袁医生的配方 帮他们去做一个跟进 可以代替了 以后他们的饮食餐单里面 就不需要说是那么刮 没有了那个甜味 那样 可以在一个整全的情况之下 香港可以当一般糖 在班任里面是全全可以用的 嗯嗯嗯嗯 那今天袁医生 就带来很多新的资讯给我们 就关于这个罗汉果 那以后大家看到 就是罗汉果的时候 又知道多一些功效了 甚至是简单一点 在我们陆畅健康店里面 就有这个罗汉果糖出手了 好 今天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那我们多谢袁医生 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会诊25773798 而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是www.sourc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力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听 拜拜